有很多关于外国的故事,也有国乐队那段时候的真正的故事 真正的故事,所以这本《影像图文集》很值得期待 我也很期待,信息量很大 那请问影像怎么样来呈现? 影像是保密,很会卖关子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影像图文集到底该怎么呈现? 难道在书里面夹几张碟片吗? 当然不是,科技发达了 所以一摸一下,它就会变成多 摸一下,就弹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照片,因为你现在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帅气的照片 所以这次《写真集》也是这样的凹造型的照片吗? 其实是和拍杂起来不太一样 然后更多的其实是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观 就是我自己本人这样的照片 然后很多节拍啊 我觉得那些风景可能比我人还好看 我多放点风景 风景对于你的小排周来讲,在哪儿都一样 下次就在京东总部大院子里走一圈拍一下也挺好看的 所以还有文字部分我也很关心 文字部分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文字部分呢,由我自己写的也有作者帮助我 去诉说我自己的这个故事 因为其实工作比较忙嘛 然后我自己其实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故事啊 我就和我那个作者我们一块儿去沟通 去沟通到底干的 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更有条理的表达出来 然后结合就是那些拍照片啊 然后视频啊 所有的一些东西 把它们融合在一块儿 达到一个呈现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影像 一些真集的事 然后给大家看的 很快呢就许维就在